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992章真的没有办法吗 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真的没有了 威尔逊双手一摊道 我的老师 你应该相信我的话 好吧 我相信你的话 叶浩轩点点头 他也知道像这种特殊的情况 就算是逼威尔逊 也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所以他只能等 等艾莉主动的联系他 老师 你现在有什么活动或者安排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以带你在这里玩玩 威尔逊道 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了 我比谁都清楚这里 哪里有长腿金发的妹子 呃 叶浩轩有些尴尬的笑了笑道 威尔逊 你难道还喜欢这一口吗 不 我不是很喜欢这一口 我这是为了迎合老师 你的爱好 没关系的 我的那些师娘 一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我会保密的 威尔逊英策策的笑了 这个 还是不需要了 叶浩轩无语的说 他摇摇头道 而且 我来这里也是办正经事情的 不过 我现在想知道 皮尔这小子 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来到美国了 他竟然不来接驾 叶浩轩笑道 皮尔就是他在清源的时候 治好的那个 美国阔哨 也正是因为 爱丽判了他双腿的死亡 所以 他才不甘心的到华夏去求医 不过还好他运气好 遇到了叶浩轩 如果是遇到了其他的人 恐怕这家伙的双腿 真的不保了 不过好在叶浩轩 没有让他失望 哦 他知道 你来这里的话 一定会很高兴的 威尔逊笑道 我每一次回到美国公干的时候 他都向我打听你的消息 我想现在 他已经快要联系你了 因为你演讲的视频 很快就会被他知道的 话音刚落 叶浩轩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他的这个手机号是美国的号码 很少有人知道 除了父亲陈若曦 萧海妹几个人之外 其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号码 哦 亲爱的叶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真的来美国了 天啊 上一次 你很无耻地放了我鸽子 为了等你到美国来 我推辞掉了无数个金发小妞 邀请我环游世界的请求 电话的另外一端 传出了一个声音的声音来 不过叶浩轩却很熟悉 正是皮尔那腔调 这家伙其实也就是一个富二代 但是 他没有国内那些富二代玩酷罢了 这也可能是两国之间的教育有区别 同样是富二代 但是皮尔 除了平时 喜欢和妹子们玩之外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良嗜好 而且美国的少年们 从小就自力更生 他们不会因为父辈有钱 而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 是的 上一次出了点意外 所以不好意思 让你错过了很多 与长腿金发妹子的约会 叶浩轩笑了笑道 所以很抱歉 不过 我会送给你一些礼物 作为补偿的 哦 天啊 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叶 你确定 你不会骗我 皮尔在电话的另外一端尖叫了起来 天啊 鼎鼎大名的华夏医生 现在竟然要送我礼物 我是该庆幸呢 还是该庆幸呢 呃 我还没有说是什么礼物呢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叶浩轩有些无语的说 这家伙的表现太夸张了 他就那么确定自己会送他好东西 哈哈 那当然 你可是医生 你送出来的东西 一定不会太寒酸了 恩 让我想想 你到底要送我什么东西 是长生不老的仙丹 还是让我不屑的圣药 皮尔最近迷上了华夏的网络文学 他几乎什么都看 那些宅男们一迎出来的网络文学 不愧是精神食粮 让他看得如痴如醉 而且 他从那些小说里脑补了叶浩轩药送给他的东西 我哪有那么能耐 我能练出长生 不死的仙丹吗 不过 你的第二个答案 已经很接近了 叶浩轩笑道 我送你的 就是让你的肾好起来的药 因为我听说 你比较喜欢美女 但是年轻人 要节制啊 呃 这个是所有男人都喜欢的游戏 不是马夜 难道你身边的那些红颜知己比我少 哈哈 你能聋住他们的心 一定和你的肾有关系 快 快告诉我 你送我的东西 是不是比起我们的蓝色小药丸 伟哥还要强笑一点 皮尔有些两眼放光的说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要见到叶浩轩了 他相信叶浩轩给他的东西 绝对不是一般的东西 哦 恕我直言 你们的那些蓝色小药丸 比起我的东西差远了 提起这个 叶浩轩还是有绝对的自信的 你们的那些玩意 只是能让人一时感觉到快感 虽然感觉很好 但他透支的是一个男人的肾气 肾气透支完了 就算是你吃一吨 也不会有用的 而我的药 则是从长远的考虑来打算的 它会让你越来越强的 哈哈 我就是知道 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我擦 我现在有些老了 对那些魔人的小妖精 我虽然欲望很强烈 但是我有心无力 现在有了你就好了 哈哈 你可真的是我的福星啊 皮尔大笑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感觉到自己的背后一阵静风袭来 不用回头 叶浩轩就知道 这是后面有人想制住自己 不过 对方是一个普通人 或许他学过一点擒拿的动作 但是叶浩轩 可没有把这档次的对手 当成一回事 他右手随意的一挥 扑通一声 对方直接跪倒在地上 抽搐了 几下便不动了 叶浩轩这才回头去 但他没有停止接电话 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 这和发现 一个穿着警服的黑人老外趴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很显然 这是被自己放倒的 别动 双手抱头 趴到车上去 随着一个女人吼出声来 一边一群人哗啦啦 手里的枪不约而同的指向叶浩轩 叶浩轩这才发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被警车给包围了 而且 他身后站的那个女警 正在用愤怒的目光盯着自己 这个女警不是别人 正是前天晚上 被灵霄那件女人用电电晕的凯琳 我现在在那里有点免费的 对 我现在是在那里有点免费的